各位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通过灵修 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的神 祂是医治的神 恢复的神 祂是祝福的神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 因为疫情这两年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经历了很多的 这样的软弱 那么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 今天能够通过灵修 能够完全地得恢复 完全地得医治 完全地在神面前 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让我们凭着恢复的信心 迎接新的一年 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就对提曼人以立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现在你们要去 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烦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我因悦纳他 就不按你们的愚望伴你们 你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于是提曼人以立法 书亚人彼勒达 拿马人索法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续行 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约伯的弟兄姐妹 和已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 在他家里一同吃饭 有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 都为他悲伤安慰他 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 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母驴 他也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次女叫基西亚 三女叫基莲哈普 在那全地的妇女中 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 他们的父亲 是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 这样约伯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的经文 是最后的部分 我们听了经文 那么我们也分成两个部分 一起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七到十二节的内容 约伯在神面前悔改以后 神来向他的这三个朋友来说话 特别对提曼人伊利法来说话 因为在他们当中 伊利法是年龄最大的 也就是代表性的来向他来说话 那么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说人遭受的这个苦难 并不是因为 有些并不是因为他的罪 来跟他来讲述这一点 那么神对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 没有去惩罚他们 反而让他们和约伯恢复这个关系 通过这个献祭 就是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来献祭 以此作为一个悔改 作为一个在神面前的这种认错 通过这个献祭让他们知道 他们对约伯所做的 对约伯的这个行动 表面上好像是在帮助约伯 但实际是犯了非常大的这样的错误 也是一个罪告诉他们 你们犯罪了 以此让他们得着神的饶恕 然后又恢复和约伯的这个关系 各位兄姐妹 我们的神 他是恢复的神 他不仅恢复我们的健康 恢复我们的心灵 他也恢复我们的这个关系 我们最应该得医治 得恢复的是这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让我们回顾这一年 真的我们看 我需要恢复的这个关系 是哪一个关系 我尽量我们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悔改 然后在神的面前祈求 然后求神帮助我们恢复 我们需要恢复的关系 恢复关系 那么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关系恢复 然后我们也看到家人们来 然后亲戚们来 来帮助他 来安慰他 其实这个是 当我们当中有痛苦的人的时候 我们应该所采取的态度 其实我们周边可能经常有这样的人 需要安慰的人 或者受痛苦的人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往往想要采取某种行动 或者对他们说某些话 或者借用圣经的经文来 想要来安慰他 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这种共感和陪伴 与其我们多说一句话 还不如陪他多哭一会儿 真的我们 当我们周边有这样的痛苦和软弱的时候 让我们和他一起哭 和他一起笑 一起陪伴他度过这个痛苦的时间 这是对他来说 是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力量 这就是耶稣 耶稣来 来到这个世界 他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当中 他没有指责我们 他没有 这个来赤责我们 而是来什么 来到我们中间 陪伴我们 引领我们 和我们一起哭 一起承受这个痛苦 这才是真正的怎么样 安慰 真正的安慰 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 在这年底的时候 有这样的关系的恢复 和主耶稣基督的安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再看13到17节的内容 那么约伯恢复了和朋友的关系 恢复了和亲戚和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下面出来的是什么 对他财产的这样的和子女的恢复 首先就是对他的财产 那么他的财产 我们看到非常的怎么样 又开始怎么样 丰盛起来 神都是怎么样 加倍的给了他 牛羊 他的这些财产比他受苦难之前加倍 他加倍了 多起来 然后描述 从19节开始描述的是什么 他的儿子和女儿 说给了他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那么我们看 他在前面苦难之前 有十个 也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然后他们在这个灾难中都死了 那么神恢复他的时候 为什么财产都给了两倍 只是这个孩子呢 又只是给了十个呢 只是十个呢 那么在这里面 还有神的这个 大大的祝福的这个奥秘在里面 其实神给他的子女也是两倍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儿女 没有失去 那么没有失去的意思不是说没有死 他们怎么样 死了 但是不是死了就结束了 他们在哪里 在天国 在天国 所以呢 又给了他这个十个怎么样 子女 所以他的子女一共有多少 是两倍 不是死了 没有了 而是十个呢 已经在天国 又给了他十个 那么以后在天国里面 他和这二十个子女会怎么样 一起相见 神在子女上也给了他 大大的怎么样 祝福来赐给他 然后后面记录了约伯的这个岁数 约伯活到一百 又多活了一百四十年 然后呢 儿孙怎么样 世代 神给了他 大大的这样的祝福 那么在这里边 通过约伯记 我们看到 义人 遭受苦难 以后 神 大大的怎么样 恢复了他 恢复了约伯 那么我们如何来应用到我们身上 那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 我们 为义受逼迫 那么并不是 所有都像约伯一样 也有在这地上 在逼迫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 死了 或者在过 这个没有看到 像约伯的 这样的一个 大这个圆满的结局的 这样的一个场面 但是各位听众认为 我们要知道 虽然我们在这地上 没有看到这样的圆满的结局 美好的结局 但是 在天上 神已经给了我们这美好的结局 神通过约伯记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为义受逼迫 我们在八福当中 最后一个福 也就是真的福的最高潮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虽然在这地上受这样的逼迫 但是在天上的赏赐是怎么样 大的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 通过约伯记 能够 不仅只是在这物质上 有这样的盼望 在这地上有这样的盼望 让我们 有更怎么样 更高的盼望 天国的盼望 永恒的盼望 并且 让我们 真的能够成为那 像约伯一样的人 并且到马太福音 五章里面的那样的人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愿神的这祝福 能够领到我们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让我们通过约伯 看到 为义受逼迫 是何等的盟福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盟足 你的大大的祝福 感谢主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